連日好雨讓蔬果災情嚴重 不只菜價蠢蠢欲動 首先呢 這個水果價格已經飆起來了 像是中南部的西瓜跟葡萄都受創 端午水果恐怕會價格上揚 根據農委會農產品的交易行情網顯示 在昨天呢 台北國菜批發市場 平均每公斤的菜價是22.6元 比中南部連續大雨前 平均19.3元是漲了3.3元 漲幅超過17% 其中呢 葉菜類的漲幅最大 高麗菜漲了五成 小白菜漲了將近四成三 青江菜漲了四成 而坡菜最誇張 翻漲了將近一倍 每公斤從27塊錢漲到53元 看來颱風機還沒到 這菜價就已經蠢蠢欲動了